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单力设计模式 大家作为一个了解就行啊 这个单力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在我们开发里边呢 可能会用得到啊 来第10啊 这个叫单力设计模式 好单力设计模式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呢也不算太难啊 我跟大家讲完之后 你就发现它不是那么的难 它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这种单力啊 在我们开发里边是有的啊 它呢就是我保证什么呢 保证这个对象啊 在这个整个全局里边是唯一的 只有一个它 那你比方说什么东西呢 大家自己听我说啊 不要不要聊天了啊 自己听我说这个单力到底是咋回事啊 单力的话呢 它是这样的 你想想啊 我现在呢有一个什么玩意呢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 就像我们这个 其实有很多单力的 大家想想啊 在我们这个操作系统里边就有 谁呢 就这个回收站 回收站它就是一个 大家想想看啊 我不管在哪删文件啊 我在这删 只要是我经过回收站的 是不是都要到这个回收站里边来啊 回收站就它一个 看到没有 就这一个回收站 如果你说我新建一下 我能不能新建一个回收站呢 好像这里边没有新建回收站 是不是 好 如果啊 因为它这个地方没有过 我们提供这些图形化界面的东西啊 大家想想啊 如果我真的能够再新建一个回收站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会有两个回收站 两个回收站就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把这个文件删完之后 我到底要放到哪个回收站 是不是有点麻烦的啊 你说现在我来来个来个三四个回收站 是不是 一个干垃圾 一个湿垃圾 一个可回收垃圾 一个叫什么呀 有害垃圾 来四个回收站 没有那么麻烦啊 它不需要管理的没完不 它又不是我们这个 又不是上海是不是 又没有在上海这个 给你管这个垃圾分类 是不是 你在电脑里边就一个回收站 没完吧 没有那 没有那么多 不管你怎么删啊 我所有的文件都跑到这一个回收站里边来 是不是 你不能搞四个 搞四个就麻烦了啊 用起来就麻烦 管理起来特别麻烦 大家就能想象到我在说什么 是不是 你看 我如果来四个 四个回收站 我到底向上就跑哪去了 我得找是不是 太麻烦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啊 整个操作系统里边 就一个回收站 你不管怎么删 只要你经过回收站的都在这 明白吧 我不允许你创建多个 就算啊 如果你有代码 想办法啊 来吧 对 西部的亚特别 你有办法可以造过回收站的啊 那你说 就算你想办法啊 创建一个回收站 我也怎么样的 让你创建不成功 就是这个 就只有这个 明白吧 来 举个例子啊 啥例子呢 就是class 来个这个 PersonalObject Def Init 好 我们这里边写什么呢 来A B吧 我们不写Personal 我们就写一个单理叫什么呀 叫Singleton Singleton 这个单理的啊 然后它里边有两个参数 A等于这个A 然后这个Self 这个B 等于这个B 大家看我就这么写 这个里边呢 A B呢 就是随便写一个站位的啊 这个以后根据你的需求 来看到底是什么参数 我瞎写一个 那我现在的要求是这样的啊 你来个S1 等于一个什么呢 Singleton 来个什么呀 来个 来个呵呵 来个 嘿嘿嘿 是不是 嘿嘿嘿 好 那我这个就写中文了 好吧 来一个 来一个呵呵 好 那现在呢 我再来一个S2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也是一个Singleton啊 来个什么呢 来个这个 哈哈 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 CCC 是不是啊 那我现在呢 创建了两个对象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就不是单例 大家想想啊 想一个什么事呢 S1和S2 它是两 它是一个对象 还是两个对象啊 啊 我打一下 print这个 S1 is S2 这个结果肯定是什么呀 这个结果肯定是false 是不是 肯定是false啊 是两个对象的啊 因为我们创建的话 它肯定要创建两个对象 是不是 那我跟大家讲啊 单例它的目的是啥呢 我创建一个之后 你下面再创建 永远就只有这一个 不管是S1还是S2 也就说白了哈 我单例的目的就是啥呢 你打印S1 Ease S2 我让你结果变成处 我不管你怎么创建 我都是只有这一个 明白不 哎 我就让你变成一个 就是你通过一些代码 然后呢 把这个S1 Ease S2的结果变成处 这个大家想象一下 能不会 会不会做呢 能不能做呢 嗯 能不能做呢 从哪来做呢 大家想想 也就是S1和S2是同一个对象 好 行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单例的一个想法 一个思路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里边呢 有一个小 有一个小问题 不是一个小问题 跟大家说一下思路 这个思路呢 很有趣 还记得我们跟大家讲的 这个S1等于singleton 就是创建对象的步骤 是干什么事的吗 第一步干什么事 调用new方法申请内存 是不是 还记得这句话吗 我跟大家说过吧 这段那边干什么事 第一步 调用new方法申请内存 大家看啊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有一个什么问题 大家发现那个毛病在哪了吗 嗯 大家发现这个毛病在哪了吗 你看你S1调一下new方法申请内存 S2又调一下new方法 又申请内存 那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他俩如果都申请内存的话 他俩有肯定申请的内存地址 是不一样的吧 如果想象这个S1和S2一样的话 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做 大家想想 应该是这个new方法 只允许你调一次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new方法 我只允许你调一次 对 就重写这个new方法就行了 大家想想啊 来我们跟大家写一下 DF这个叫下方线new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我们先来一个pass 什么都不写 好 那这个new方法呢 大家注意 它就是我们这个申请内存的这个代码 就是这个方法的 它呢 首先啊 第一个最先调的 就是调这个new方法 申请内存 申请完内存之后啊 再来调隐匿的方法 还记得我说的吧 先调这个new方法 然后再来调这个隐匿的方法 大家记得我跟他说的吗 说过是不是 先调new方法 申请内存 申请完之后 再来调隐匿的方法 往这一块内存里边填入数字 这是前填入数据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它的一个用法啊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是不是 那现在呢 我们想让你都是同一块内存 那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怎么样啊 就干啥事呢 就只要你申请一次就行了 好 那这个代码到底怎么写的呢 好 现在如果直接这样写啊 来运行一下走啊 出了是不是 好 这个地方呢 他不能这么看啊 大家看啊 我这么跟大家说 我现在如果直接打印谁呢 print这个s1 再打一下s2 来看看这个效果会是什么呢 运行一下走啊 大家看 他俩都是什么 s1 s2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啊 现在啊 如果这样打印的话 s1 s2都是难啊 都是空 为什么是空呢 这个地方呢 涉及了一个概念啊 就是这个啊 好 就是如果啊 如果怎么办呢 如果这个不掉 如果不重写啊 不重写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下方线new 这个方法的话 它会怎么样呢 会调用谁呢 会调用那个object的 这个方法 object的这个new方法啊 它会调用object的new方法 这个object的new方法 会怎么做呢 object的这个new方法 的这个new方法 会怎么样的 会申请内存 会申请内存啊 那但是呢 如果你重写了之后啊 如果这个重写了啊 重写了这个new方法啊 你怎么办呢 它就不会调object了 它要怎么办呢 需要啊 需要自己啊 自己这个手动的 这个申请内存啊 申请内存 好 在这个python里边 怎么样申请内存呢 这个先法是这样的啊 来个这个object的点 什么东西呢 下方线下方线new啊 然后把谁呢 把这个cr字传过去就可以了 就是再调一下它跌的这个方法 没有这个new方法啊 还是调到object的 然后把这个类名传进来就行了 好 最后呢 拿到一个对象了 我们写一下吧 imstnc instance等它 然后最后呢 retain一下这个instance啊 大家注意这段代码是干啥的呢 这个就是创建什么呀 创建一个对象 这个是申请什么呀 申请这个申请内存 创建一个 一个对象 并怎么样呢 并把这个 并把这个对象的啊 对象的这个类型 设置为什么呢 设置为这个cls啊 就是你给定的这个cls 就这个情况啊 就是 它的作用啊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object的这个代码object的下方 下面newclasscls啊 它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申请内存 创建一个对象 并把这个对象的类型啊 就是你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啊 你写一个什么 你写一个这个 你写完这个singleton之后啊 你来一个这个type这个se啊 你拿这个结果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叫singleton 看到没有 那它在哪给的呢 就在这儿看到没有 在这儿你写了一个object的new 然后给了一个cls 把这个类名给进去 没有不 没有问题吧 这个不要管啊 这个张波问的这问题 你不用管啊 这个不要管 你写不写啊 这个跟你写不写没有关系啊 你不写也是一样的啊 不写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我们还没讲到继承啊 讲完继承再跟大家说 你这个地方写不写都是一样的 它都会调到谁呢 都会调到这个object的这个new方法 你不用管它啊 这个我们后面说啊 你写不写都是一样的啊 好那现在的话呢 这个工作呢 就是申请留存 创建一个对象 并把这个对象的类型 设置为这个cls 那现在有个问题啊 我问一下大家 那既然这么说的话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1和2 它俩是一个对象吗 现在是不是 现在依然不是啊 依然不是 为什么依然不是呢 因为你看啊 s1写完之后 它要调这个new方法 s2呢 又要调这个new方法 s1 new一个肯定是s1的地址 s2再另一个 new一个就是s2的地址 是不是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干啥呢 大家注意啊 现在做的工作就是 注意啊 现在代码是申请内存的 只要它申请内存了 那肯定就要 就要来一个房间 他每次对 姚万万说的很对啊 每一次都掉啊 就有问题了 你每一次掉 你看一来就是你内存 你s1只要掉了 就是你内存 申请内存就是新的地址 新的房间 不在一个地方了 没有啊 不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怎么办呢 对 跟那个 曾大根同学说的一样啊 就是判断一下啊 让它只掉一次 明白吧 那怎么样 让它只掉一次呢 嗯 大家看 我现在来一个变量啊 这个变量叫什么呢 叫instanc 叫instance 等一个什么呀 等一个 这个man 是空的 看到没有 那我现在怎么做呢 我这个时候判断一下 如果 大家注意啊 这个啊 我先说一下 这个这个属性 是个什么属性呢 这是一个类属性 是不是啊 类属性 好 类属性 我们能不能拿到 这个类属性呢 这个cls啊 他就能拿到这个类属性 好 有同学说这个new啊 对 李静子 李静子 说的很对 把new换成静态的吗 不是静态啊 大家注意这个new啊 它其实不是静态的 它在哪呢 我们每一次找的时候 它是 你要这么写啊 要写的话 最准确的应该是一个classmaster的 它是一个类方法 没有吧 这个new方法是一个类方法 那你看类方法 这个cls 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类属性呢 我可以这样做 看到没有 如果cls 如果cls 这个时候每一次做的时候都怎么办呢 你现在要创建一个对象是不是 你进来就创建 进来之后我先看一下这个类对象是否是空 如果是空 我来申请内存 并且把这个类对象来进行复制 然后最后呢 发挥给你 来我们再来看看啊 来运行一下 走你 大家看现在这两个对象就是一个地址了 看到没有 来 好 灵魂画手再次上线啊 为了你们啊 这个我上完这 我给你们上完课之后 我可以干什么事了呢 我觉得我能当个画家了啊 来 看我这个手艺是吧 以后不当不当老师了 还能转上当个当个当个画家 是不是 还能画个画 来看看啊 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其实这个代码啊 没有那么的难 没有那么的难啊 首先呢 有一个类对象 这个类对象叫什么呢 我们先画一个图啊 来画又了又到了画内存的时候 灵魂画手又是上 又一次上线了啊 内存 然后呢 我这个画叫抽象派 是不是 那首先的话呢 这有一个什么呢 叫Singleton S-I-N-G-L-E T-O-N Singleton啊 然后怎么办呢 有一个类对象 是不是指向这了 好 不止你指向了 还有一个什么呢 大家注意 这个里边注意一个事啊 就是这个 我们说过啊 类方法里边的这个CLS 是不是也指向它了呀 类方法的这个CLS 也指向它了 指向这块这个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是类对象啊 这里边有个什么呢 有一个变量叫这个 I-N-S-T-A-N-C-E Instance等于什么呢 它的默认值是几啊 是那 是个空的是不是 啥玩意都没有 好 这是我们的 我们把这个地址给它打印上啊 print啊 这个叫I-D-S-I-N-G-L-E Singleton啊 然后呢 这个 嗯 石榴尽致啊 打印下这个类对象 它的地址 来走你啊 它的地址呢 在这儿 好 OK 我们把它放上来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现在呢 我们呢都指向你了 是不是 哎呀 哎呀 这样你过来了啊 好 那这样过来 这个看 你看我们都指向它了 指向它之后呢 现在呢 我们每一次做的工作是啥呢 每一次啊 你只要写这个代码 它就会干什么事呢 只要你写 只要你写 它就会干什么事呢 只要你干了这个事 它就要掉这个new 它一上来看什么呀 哎 cls 大家看 se创建的时候看 cls.instance 找这个cls.instance 找它 它现在是什么 是空吧 是空怎么办呢 是空我就干什么事 来 这个地方呢 这一段代码跟大家讲过啊 它是申请一段内存空间 它就怎么样呢 来 我找一块内存 哎 申请一下 申请了一块啊 那这个地址多少呢 打印一下啊 这个刚才 应该都打印它 se 看这个定存地址啊 这个内存地址呢 就到这了 来 来 到这来啊 你看啊 现在呢 我们就申请了 这一段代码啊 它呢 是用来申请的内存 好 申请了 申请完了之后呢 大家最紧跟着又干了一件事啊 叫cls.instance 就是它怎么样啊 等于了谁啊 这个玩意儿 是不是也指向了这块内存呢 指向了它 以前呢 它是难啊 现在已经不再是难了 这个词已经不再是难了 它是不是有一个指向的内存了呀 好 不再是难了啊 好 完了之后呢 紧跟着是不是要掉这个隐匿的方法呀 在这里边填入一个什么呀 A等于多少呢 A等于多少呢 A等于这个叫 呵呵 然后B等于多少呢 B等于一个黑黑黑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你这个se怎么办呢 se也指向谁了呀 指向了这一块内存空间 大家看是这样的吧 没有问题吧 哎 你也指向了这块内存空间 好 这一块呢 就来了 好 那当你s2再来做的时候 s2啊 它一上来 也会掉这个拥方法啊 这个拥方法 你控制不了的 它自己就会掉 一掉的时候 它干什么事呢 大家注意 我不能够让它不掉这个new方法 因为new方法我们管不了 我能怎么办呢 我能够让你 哎 这一段方法 我们刚才讲过 这一段方法才是申请内存的 我可以控制你这段代码走不走 你看啊 一上来s2 掉new方法 if CLS的instance e自那 它现在还是空吗 它现在已经不是空了 它现在已经有一个指向的这个内存地址了 不再是空了 不再是空 这段代码是不是就不会再重新创建一个内存 不会再创建一个对象了呀 不走了 不走的话直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啊 最终直接就把这个反馈回来了 也就是这个s2也怎么办了 也指向了这个cls的instance cls的instance 是不是就是这块内存的 s2也指向了 这块内存 这个时候啊 大家注意 它脸啊 s1和s2就是同一块地址了 明白不 能理解吗 这是一个啊 然后呢 再问一下大家啊 哎 到这来大家能看得懂我在说什么吧 来 各位同学来响应一下啊 这个半天没说话了 是不是在思考啊 何一帆发了个语音是不是 好 做法 做法等了 但是这个应用场景有哪些 刚才不说过吗 比方说你有你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全局唯一的一个对象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做啊 这个你先不管 先知道这能干啥的 好 有同学问了啊 杨潇问了啊 哎呀我等会儿我看看 这刷过去了 一定要用instance吗 杨荣问了是吧 杨潇洋同学 你这个问的 这是一个变量吗 这个变了你写什么都行 没办法 这个变量的名字啊 你不是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什么啊 这个叫就 这是一个类属性吗 是一个属性 你写啥都行 没办法 你写啥都行 你说老师 我不叫instance 你写个什么呀 来个refactual 来个什么rename 来个 你说老师 我叫他叫x行不行啊 可以没问题啊 无所谓没办法 叫啥都行 但是这不显着专业吗 没办法啊 instance叫实力是不是 叫实力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这个实力 看有没有创建成功过 这个实力对象 如果创建成功的话呢 就不再创建了啊 好 这是一个啊 最好呢 大家注意啊 再来一个什么呢 把它给改一改 叫什么呢 叫下滑线 哎 下滑线 下滑线instance 下滑线开始的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知道吗 这个类属性啊 现在它私有 它只能在哪用啊 只能在这个里边用 它在外边啊 你还能够访问到这个类属性吗 大家注意啊 在外边啊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再访问到这个instance了 因为我也不需要让它在外边用 我只在这内不用 看明白了没有 所以这里边要写一个 下滑线下滑线instance 好 有同学在问啊 别着急啊 杨肖 我看到你的问题了啊 还没来得及给你解答呢 大家看这是一个啊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写完之后 下滑线下滑线啊 要加 最好加一个下滑线 让它变成这个私有的啊 叫instance呢 是因为专业没有啊 不 就是专业啊 一个词 专业啊 好 OK那现在呢 刚才严肖同学呢问了问题啊 一直在问 好 这个问题的话 大家看看啊 我问一下大家 现在大家思考一下啊 我打印这个s2 s1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s1的a和这个s1的b 我再打印这个s2的a 还有这个s2的b 我先问一下大家啊 这么写吧 我这么写啊 s1的a和这个s2的a 还有s2的b s1的b和这个s2的b 它们是否相等 s1的a跟s2的b相不相等 我这么写吧 等等于 s2的b等等于 它点是否相等 s1的a和s1的a和这个s2的a s2的s1的b和s2的b 是不是相等啊 是不是相等的啊 咱可能四个都一样啊 不可能四个都一样的啊 s1的a和s2的a肯定是相等啊 大家看这个结果肯定是数 s1的a等于s2的a s2的b 等于s2的b 好那这个是肯定相等的 因为它们指向同学观力存 是不是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 那我打印一下s1的这个a 到底是多少呢 还有s1的这个b 到底是多少呢 是s1的a是呵呵还是哈哈 s1的b是黑黑黑还是吸吸吸 是到底是哪个 大家觉得到底是哪一个呢 大家注意啊 我们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 你看走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是哈哈吸吸吸 也就是s2怎么样啊 把s1给覆盖了 其实大家注意啊 大家注意 它已经覆盖了 其实刚才我们那个图啊 你再往下看啊 刚才我们是不是讲的s2创建 没有创建成功 是不是 s2创建的时候 没有创建成功 就是这一段啊 它没有创建成功 没有创建 它直接的指向了这一块 是不是 它new走完了啊 紧跟着啊 我们说它走完new之后 紧跟着就要走什么来着 new方法走完了 紧跟着它要走的代码 就是谁呢 就是init代码 看到没有 它现在直接到这块内存里边 把这个a改成什么了 改成了 哈哈看到没有 改成了这个叫哈哈 然后呢 把这个b怎么样呢 也把它改了 你先叫嘿嘿嘿 是不是 现在变什么了 变成那个ccc了 是不是 来个ccc 不是int啊 这个姚文文同学 你注意写啊 我看错了 对不起要你了 我少看了一个i 老花眼了 岁数大了啊 是init init 对写的对的啊 它走完之后呢 会走这个init的方法 要走这个init的方法 一走init怎么样呢 就把它给改掉了 没有不 好 这就是这个情况啊 那我跟大家讲一讲啊 这个里边呢 有一个啊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两个依然是同一个 依然是同一个对象 你不管怎么创建啊 大家看 我现在想什么这个s3等到的 等于这个singleton啊 来个什么来个这个嗯 哥哥啊 来个什么 再来个嗯 好 再来再来怎么笑的 来个来个这个嗯 好 这个 冤是吧 冤 嘎嘎是不是 我这个嘎嘎 那我这个 这写什么 这写个 这写个嘎嘎嘎好吧 好 那就这么写好吧 哎 这个写个音音是不是 嘎嘎 然后音音音是不是 音音音是不是 好 来看看啊 你看 那现在我问一下大家 它会变成什么样的 呃呃呃呃是吧 你那是笑吗 你那是在 引手师了 是不是 好 来大家看看啊 这个地方 你看 那这个有了之后呢 singleton啊 这个里边 这个走完之后 它会变成什么呀 会变成这个嘎嘎 和这个音音音 看到没有 哎嘎嘎和音音音啊 那又变了是不是 因为它会再做 这个音音的 是不是 但是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 其实不算不太好啊 不太好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想想啊 大家想一下 呃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我们这种场景吧 比方说比较贴近场 贴近的一个场景 就是这个回收站 回收站啊 在我创建好了以后啊 在这个回收站 创建好了以后 创建好了以后呢 后边啊 后边如果你再创建的话 应该是创建不成功的 就只有这一个回收站 你再创建十个八个 都只有这一个 是不是 但是呢 你发现一个问题啊 后边呢 虽然虽然没有创建成功啊 虽然呢 没有创建成功 我们都是这一个 但是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把他的属性给改了 这个就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想一下啊 我现在呢 在这个流 在这个操作系统里边 我新建一个新建一个回收站 我新建完了之后呢 这个回收站 跟原来的回收站 依然是一个 就是一个啊 就是一个 但是呢 怎么样呢 图标不一样 换了变成别的图标了 这个时候其实也不好啊 我们做的最好的情况 就怎么样呢 你第一次创建是什么样 后边你创建的啊 我就压根认为你怎么样呢 就认为你没有创建 第一次创建的是黑黑 呵呵 嘿嘿嘿 那就是呵呵 嘿嘿嘿 明白不 明白吧 就是呵呵和嘿嘿 那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你们聊天这个 注意点尺度啊 别到时候给我那个什么了啊 给我疯了啊 好来看看啊 那我们要求呢 就是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就是呵呵和嘿嘿 明白不 你后边啊 再写的话呢 不会怎么样呢 不会跟你这个 不要替换掉 那这个怎么做呢 第二什么 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嗯 怎么有什么想法 你以前写的呵呵 后边呢 再来的话 不改了 对 接着改引力头啊 你看思想一样嘛 你刚才不在这改了吗 是不是 来个判断 再来再来一个判断就完事了啊 来一个下关键吧 来个下关键叫什么呀 叫这个 再来一个 一字 first 等于什么呀 等于这个处 我假设呢 你是第一次来修改这个值啊 又是一个属性 看到没有 那我在这怎么办呢 我在这里边 如果怎么办呢 如果 self.com 这个下关键下关键 一字first的 如果他是第一次干什么事呢 哎 才让你走这个代码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self.com 下关键下关键 一字first的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false 看到没有 大家看 看到没有 我在这个地方呢 你创建这个什么呢 创建这个内存的时候 我也判断一下 如果你是空的话 我给你创建一个什么 创建一个 那这个初始化 隐进到的时候 我也写一下 哎 如果你是第一次 这个值是处的话 我怎么样的 才让你往里边设置 设置完之后 我立马把它变成false 下回再来的时候 再判断这就是false了 false就不进来了 看到没有 我们来打印一下 大家看这个结果 走你 你看啊 现在你不管怎么打印 哎 你只要创建一次了 叫呵呵嘿嘿 后边啊 都改不了了 就只有这一个对象啊 而且它的属性 就是你第一次写的 后边写的都没有用 明白吧 好 那这个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这个代码啊 好 把这个呢 来一个下滑线啊 好 来大家看啊 这个地方呢 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一个下滑线 e字frse的 对于什么呀 默认是处是不是啊 好 两个下滑线啊 哎 这个地方是不是 上面是不是收起了一个下滑线呢 好 来看看啊 现在呢 这里边有一个编练叫e字forse的啊 好 是处 那现在我们这个代码 我把我得把这个代码给他接走了啊 这个代码呢 其实现在有点 有点跟我们这个突文不符了啊 突文不符 那我们现在给他辅一下啊 这个呢 才是我们最终写好的这个代码啊 来看看啊 嗯 嗯 这个怎么感觉 还是有点不太对劲呢 少一个啊 来看看啊 我们给他对齐一下啊 这个强迫症啊 我把这个给他拿过来 我把这个给他拿过来 让你删掉 删掉啊 来 这个代码呢 刚才那一段我们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啊 他是这个有一个啊 这个cls啊 我来 哎呀呀呀 等会啊 按错了 嗯 好 里边有没有ease the first的这个属性 有没有 大家注意看 有没有啊 没有啊 这个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的话 他会往哪走啊 他会找到这个类属性 还记得吗 我们说这个类属性啊 就是可以通过实力对象来访问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self指的是我们这一块实力对象 他没有 他会往哪找啊 他会往上找 往上找找到谁啊 找到这个ease the first的 结果是几 是tru 那是tru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e iftru 是不是就是条件成立啊 条件成立干什么事呢 进来就干啥事啊 我们把这个先给他先给他删掉啊 我刚才就大叉子是不是 打太大了啊 那这里边怎么样呢 a等于几呢 a就是叫什么 叫呵呵 哎 a就是呵呵 然后这个b呢 就是这个嘿嘿嘿 嗯 好 那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过程啊 大家能看到明白是不是啊 好 那一进来的话呢 看ease the first的怎么样呢 哎 是tru是不是 tru的话就进来啊 两个设置 设置完了之后啊 紧跟着啊 干件什么事 self.ease the first的 我问一下大家啊 这个代码会干什么事 这个代码会干什么事 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第一个选择是在这个字机里边啊 加一个属性叫下滑线 意思是first的 变成一个false 第二个选择是这样的 把这个上面的tru改成false 哪两个选择是1还是2 是1还是2 嗯 2 2有人说2是不是 不是2啊 怎么可能会是2呢 我们刚才还讲过是不是 这个类属性啊 类属性只能通过什么来改啊 如果你真要改它的话 你得通过类对象来改 没害怕 这是1啊 就是在字机里边又加了一个什么呀 加了一个E字 FIRST first等于什么呀 等于这个 等于false 没害怕 它其实改了自己 在字机里边 加了啊 不是改啊 是在字机里边 加了一个E字FIRST的 等于false 没有改到它 我们讲过吧 这个叫类属性是不是 类属性只能通过什么呀 类属性只能通过类对象来修改 是不是 我是不是说这话呀 那你这个self是实例对象 实例对象不能够修改类属性 明白不 所以这个地方 它不是改的处啊 没有改它 而是在自己里边加了一个 明白不 像我刚说的是不是啊 讲过啊 这个self是我们的实例对象 实例对象 不能够修改这个类属性 类属性只能通过类对象来修改 所以这个地方啊 只是在这加一个 而不是改上面的 我们讲过的啊 好 那现在这个完了之后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件事啊 那下一次啊 这个s2再来的时候 s2是不是要来创建了呀 它走牛方法 它不会创建新的 因为这个地方呢 因这个instance 已经不是空了 所以s2呢 会指向这块内存 好 那然后呢 s2unit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啊 s2unit是别找self.isfost的 好 我问一下大家啊 self.isfost 它找哪了 它自己有没有现在 有没有啊 有 有了之后这个值是多少啊 这个是还是fals 那就是iffals 那fals条件不成立 那就不走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啊 这个哈哈和这个777 就压根没写进来 明白不 所以要大家注意这个呢 第一次啊 我们找的是这个什么呀 找的是这个类属性 第一次创建的时候 是找这个类属性 其实以后的话 都找的是我们这个对象属性了 明白不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单力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啊 思想的一个实现 大家能看得懂吧 其实没有太难 看到没有 这个写代码是不是还挺有趣的呀 你发现这个代码的话 写代码它是非常讲道理的啊 这个非常非常讲道理的啊 这个比谈恋爱的女朋友 讲道理多了 是不是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感觉如何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一块的啊 它非常讲道理这个代码 好 OK 我们把这个呢 跟大家提一下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一块的啊 这个单力这个设计模式啊 我把这个保存一下啊 这个叫单力 好 把这个呢 视频跟大家提一下啊